五一勞動節 我們的類火車跟台鐵不加班 兩個勢力對撞 您自己認為誰贏了 都輸啊 都輸啊 對 那誰輸得比較多 民眾輸得最多 民眾輸得最多 沒錯 有媒體報導講說遊覽車不像火車 學童不解 問什麼叫類火車 老師也無言啊 我不知道部長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我告訴你嗎 烈火車這個是國外就有的 它叫Rail Repression Bus Service 這在國外是很普遍的應變計畫 對啊 您在念一次那個英文 叫Rail鐵路 バ克勢的替代 替代的Bus嘛 Bus Service Train在哪裡 Train啊 Train就是Rail ingly to train 是嗎 Rail就是代表 我知道 RAIL嘛對不對 是 部長 我的重點在於是什麼 重點在於是當學童都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國王的新衣 然後指著說這明明就是巴士 明明就是遊覽車 然後結果我們居然還用一個累火車 然後掛了紅布條 說實在的話 這個照片在網路上流傳 大家都開始在講是說 如果說這個東西可以累火車的話 那什麼都可以累了 那到底是類似的累還是累人的累 讓大家都非常的 tired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跟黃偉幫忙 它代表是一個我按照鐵路的車站 跟鐵路的頒表 部長我先請教一下 這一次的累火車 我們花費多少公務預算 應該是 它是255輛 是 我們花費多少公務預算 應該三四百 它一台是1.2萬 1.1萬2 1萬2 所以總共我們開了幾台 255台 255輛 所以這樣子差不多300萬 對 但是多花了300萬的公堂 但是它還有票縮 就是它是收那個區間車的這個錢 那一天收了多少錢 不多 那天真的不多 旺旺水神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台一直在噴鹽的 這個叫做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同時呢 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R588 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